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选择一双好鞋有多重要 因为鞋子对于身体的健康影响相当的大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 几股角质医学会理事长 也是附健科医师汪佐良 汪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理事长欢迎您 主持人早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早 理事长我们常常在媒体当中看到 有很多穿这个高跟鞋 然后导致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不良后遗症 所以就知道鞋子有多么重要了 是 那我想我们鞋子 它是介于我们脚跟地面之间的 一个缓冲的界面 所以它本身的话 除了可以吸震之外 同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是它会改正我们身体的一些 姿势跟结构 因为我们就像盖一栋大楼一样 如果地基歪掉的话 那这整个大楼一楼二楼三楼 就会跟着歪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您站在专业的立场来看 你一定不推荐女性朋友穿高跟鞋 对不对 高跟鞋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设计 因为当跟很高的时候 我们的骨盆会前倾 屁股会翘起来 屁股翘起来之后 腰椎会过度前弯 所以我们下背承受非常重的这种负荷 所以会常常造成这个下背痛的情形 但是我们下背前弯之后 我们上背又要后弯作为平衡 所以给人的长期穿着的话 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驼背的这种状况 穿高跟鞋会造成驼背的情况 对 那一定要穿的话 那不得已呢 你会建议说 每天可以穿的这个时间长短 是在几个小时以内是容许的 对 以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尽量建议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对 那以高度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这个跟的高度 五公分是上限 五公分上限 对 最好差不多三公分左右 三到五公分这些是可以的 但如果超过五公分的话 通常它对我们身体的这种结构 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哦 了解 那所以呢 除了这个撇开这个高跟鞋 高度的因素之外 我们在选择鞋子上 其实也有很多这个 每角角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 对 我想第一点 就是去买鞋子的这个时间点 尽量是在傍晚的时候去买 你不要 因为傍晚的时候 我们的脚是比较肿的 所以您在早上买的鞋子 可能到了傍晚就穿不下了 所以我们买鞋子的时机点 是建议在傍晚的时候 脚比较肿的时候去买 那第二点就是 你要买的这个鞋子的尺寸 一定要跟你的脚是符合的 那我们一般来的讲的尺寸 通常都是只有讲几号几号 那几号几号那是长度 事实上除了长度之外 还有宽度跟深度 那我拿这个鞋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所谓的这个长度 就是这个整个鞋子的前面到后面这段距离 那长度的选择就是 你脚进去的时候 你的脚趾头跟这个脚的最前缘的地方 一定要有个空间 这空间相当于你的拇指指甲的宽度 好 这个是长度 那宽度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鞋子 这个部分是我们脚最宽的时候地方 那这个宽度呢 一定要跟你脚型要符合 脚最宽的地方跟你脚 鞋子最宽的地方 如果是不符合的话 就会产生一些摩擦 常常会起水泡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深度 深度的话就是 这个鞋子它到底够不够厚 那如果一个合适的深度的话 就是你穿进去的时候 你脚趾头可以在里面卷曲 它感觉有一个空间可以在里面跳舞 那这表示这个深度是OK的 那么同样这个是女鞋的部分 男鞋也是这样子选择的吗 对 男鞋也是一样 就是我要试试看 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可以在里面弯曲出来 对 如果是可以弯曲的 那表示它的深度是够的 如果深度不够 会造成你穿上鞋子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深度不够的话 常常会在脚背的地方 我们脚穿进去 常常在脚背的地方 会有一些摩擦 起水泡等等这些状况 那穿鞋是不是有一些技巧的 穿鞋子 基本上我会建议说 你要选那个 有吸震材质的一些鞋子 因为既然它鞋子 它是我们每天都要靠着它来 把我们的体重能够不要完全的踏在我们脚上 造成我们脚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希望它本身这个鞋子本身有这个吸震的效果 那吸震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大底 还有里面的内底 那大底的话 我们目前很多那种PU的材质的话 它吸震的效果是很好的 那如果说在内底的部分 能够也用吸震的材质的话 那它就会达到我们这个吸收地面反作用力的效果 原来选一双鞋子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非常谢谢理事长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意见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